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在六中全会被数为核心 又通过两个条例 那这么一个人却在六中全会上直接表白 在党内存在着野心家阴帽强 在六中全会本身上拿出了这种说法 兑现了在今年年初他在中纪委六中全会上的直接的指令 而且殷奉扬为拉帮结派山头 那从他的话讲出来 在会议中共党内高级会议当中 讲完之后直接向全世界公布 那也就是意味着在他的眼睛里 党内的野心家 党内的阴帽家已经在他的手中 已经明确指定谁是 那能够对他的权位造成威胁 能够对习和新产生政治野心的 职责产生政治野心的人 我们能够看到现任政治局常委 这是够资格的 还活着的曾经的政治局常委够资格的 可是在习近平的讲话中 明确提到了周永康 胡锡来 徐才厚 郭伯雄 令计划 那这四个人都在政治局的政治局委员的层面 和军委的最高领导层面 如果以他们五个作为铺垫的话 那习近平提到的 作为现存党内高级干部当中 少数的野心家阴帽家 能够够资格的 那只剩下了政治局常委 也就是说 曾经的政治局常委 和现在政治局常委 在证明杂志 昨天的一期报道当中 我明确跟大家讲了说 在政治局的开会当中 在六中全会当中 那我们能够看到 不直接被点名的 现任政治局常委 刘云山 张高丽 张德江 那我们能够知道的 曾经的政治局常委 职责被习近平如此点名打出的 那只剩下江泽民 曾幸福 那也就是说 在我眼睛里 今天的习近平的讲话 具有极度的那种重要性 方向性和时间性 重要性 他将即刻随时揭出 中共党内的野心家阴帽家 他不会让他存在下去 方向性 他已经明确表明 谁是他眼中的丁 谁是他眼中的野心家阴帽家 时间性 他已经确定下具体的时间 哪一天向全国人民 向世界公布 谁是党内的野心家阴帽家 以奠定给这个两个 也就是党内生活准则 政治生活准则 党内的监督管理条例 和他的习近平 习核心 记齐 拿这样的人的脑袋 记齐 要收听收看这期节目呢 请你点击下面的链接 或者订阅时照radio 再见